说着,海依依站了起来,大方帝朝蓝望姬走去,很自然地挽上了她的胳膊。魏无羡脸上的笑意渐渐收起,倒是没说出什么。蓝望姬回握住了海依依的手,在她的手背上轻拍了两下,弄得对方有些不自在,随即也不再看魏无羡了,亲密地问海依依,怎么过来了都没跟我说。 人家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?而且,弟弟在这儿你也没跟我说,怎么不早点介绍我们认识。蓝望姬挑了挑眉,弟弟,说这话时,她看向了仍坐在沙发上的魏无羡,海依依难得见她笑了一下,自己心情也很不错,大方道,弟弟今晚想吃什么,姐姐请客,你哥买单。 果然,真的是蓝望姬的未婚妻,这种两口子的互动和自然的不能再自然的亲密,为什么自己之前还在试图确定俩人的关系呢? 不了依依姐,我今晚得回学校,吃完再回嘛,我跟你哥送你回去。 蓝望姬盯着魏无羡看,试图在她的眼睛里看出点什么,她讨厌魏无羡与海依依莫名其妙的亲密,姐姐车技很不错的。 海依依这话是没有别的意思,就是很自面,但蓝望姬听着就是很不舒服,她甚至觉得这话里话外都是一种。 于是搂上了海依依的腰,算是给对方提个醒,但海依依却受宠若惊地看向了她,低头害羞地笑了。 俩人的恩爱都被魏无羡看在眼里,她现在就想从这间办公室消逝,或者这对准新人应该去里面的休息室,那张床很舒服,魏无羡知道的。 今天提前下班,想吃什么?她听到蓝望姬很温柔地问着海依依,默默攥紧了拳头,幸好他们看不到。 她听不到海依依说了什么,也没再继续看他们,而是收回了视线,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,她是收了钱,必须要待在这的。 不过也好,想来今晚是海依依陪着蓝望姬,她还真能回学校。 就算不能回学校,今晚也不用跟蓝望姬同床共枕了,蓝总大概会很大方给给她开间房,还会是很贵的那种,睡眠体验会很不错。 日料吧,弟弟想吃吗?魏无羡看上去很乖,我就不打扰你们约会了,你哥不会介意的。 说着,海依看向了蓝望姬,眼睛里还沾着点深情似的,看得魏无羡收回了视线。 当然,不介意,走吧。 蓝望姬到底也没将弟弟这两个字给叫出口,可看向魏无羡的眼神里,掺着不善。 但魏无羡却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无谓地回瞪她,这也能让蓝望姬感到不爽。 司机开的车,魏无羡很自然地先溜进了副驾驶, 蓝望姬气鼓鼓地将海依依带进后座,始终盯着魏无羡的侧脸,心中八百个不愿意。 到了餐厅,虽然人很多,但海依依到这吃是不用排队的,直接被领进VIP包间。 海依依已经是女主人的姿态了,回国后蓝望姬第一次在魏无羡的身上看到乖的感觉, 但却是因为海依依的出现,醋意就更甚了。 菜钢上还没吃上几口,海依依就接到了电话,是他爷爷打过来的,说家里有事让他回去。 爷爷,我在和望姬吃饭。 听不到电话那头说了什么,但看到海依依彻底不再吃了,魏无羡就知道他是一定要立刻离开了,看到他挂了电话,很体贴地开口。 依依姐,家里有事就让我,哥赶紧送你回去吧,我们下次再吃。 海依依倒是没客气,对着魏无羡的脸就掐了一下,真像是在西汉小朋友一样。 好,姐姐约你下次,下下次,还可以给你介绍女朋友哦。 末了又加了剧,男朋友也行。 魏无羡笑得好看,蓝忘姬却只觉得刺眼。 让司机送你回去,那你和弟弟怎么办? 司机送你,就被扣到你家了。 海依依笑了,魏无羡觉得如果不是自己在场,蓝忘姬下一秒就会收到一个吻,到底是爱事了。 海依依前脚刚走,魏无羡就觉得包间里的氛围一下子就变得凝重了起来,眼前的牡丹虾瞬间就不甜了。 如果说,刚刚魏无羡虽然有一点点尴尬,但却并不影响食欲,那此刻的他就是不太想继续吃了,只不过不吃就只能肝瞪眼。 而他不想看蓝忘姬,所以也只能闷头吃东西,却不知蓝忘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 这么好吃。 弟弟。 魏无羡被蓝忘姬的这声弟弟给弄得呛到了,咳嗽的眼泪都出来了。 蓝忘姬将温水送到了他的手边。 用不着道谢,魏无羡大口喝了半杯,才觉得舒服些。 紧接着,魏无羡就听到蓝忘姬又问,怎么不叫哥哥了? 语气里似乎好像不完全是不高兴,甚至有点兴奋。 刚才也没这么叫,没敢与蓝忘姬对视,魏无羡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此刻的心虚。 蓝忘姬却伸手去勾他的下巴,到底是将他的脸给抬了起来,被迫对视。 魏无羡的眼睛转啊转,就想试图逃避,无奈效果甚微。 怕我?前段时间一见面就打我的劲儿呢。 蓝忘姬的眼神里带着细念,直到听到魏无羡的一句,收了钱不就得听话,难不成蓝总喜欢我揍你? 这个时候,终于有人注意到蓝忘姬这边了,不喝酒地过来两个,询问是怎么回事。 蓝忘姬冷着脸,还算耐心地解释了一句,接他回家。 一听这时认识,又不是小女生,自然也就不会拦着了,毕竟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,早就陆陆续续有人回去的了。 卫宇却突然说了句,啊?哥说了,今晚跟我睡,不回家的,在蓝忘姬的目光下,卫宇的声音越说越小,后知后觉,自己好像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 你哥?魏无羡。 卫宇咽了口口水,点了点头,随即就看到蓝忘姬瞪了他一眼,没再说什么,就抱着魏无羡颠了一下,怀中人本能地勾住了他的脖子。 魏宇越看他俩越觉得不太对劲,还是被蓝忘姬这股冷劲儿给吓得不敢再乱说了。 蓝忘姬抱着人往外走,魏无羡却抓上了同众弟弟的手,俩人上眼着难舍难分。 别,别忘了,抓紧,知道知道,下次再喝啊,好,下次,下次,蓝忘姬的好脾气实在所剩无几,不只是从进门到现在都在压着火了, 偏偏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拱火,若不是魏无羡在他怀里没闹腾地让他放下,蓝忘姬可能没等走出那扇门就装不下去体面了。 和这么多人吃饭喝酒,一身的烟熏火燎和酒味不说,还左拥右抱勾肩搭背,摸手又要跟别人睡的,蓝忘姬自我反省是不是对魏无羡太放纵了? 越来越没规矩。终于将人抱上了车,蓝忘姬冷着脸让司机开车,对方十分懂事地升起了身后的挡板。 原本不算怎么闹腾的魏无羡,上车后却开始不乐意了,一个劲儿地嚷着闷,司机都已经将冷气开得不小了,总不能再调低, 现在这个季节也不是那么特别很热了,冷气太大,吹得人头疼。